女人这四种信号,是主动暗示让你追求她,直男别不懂。 读者庄仔是一个非常木讷的青年,和他聊天的过程中,我有时候会被他直男的思想所折服。 他曾经在晚上约姑娘去操场兜风,然后对着心性大讲物理学的发展史, 也曾经在心爱的姑娘生日的时候,送给对方一双四十二马的球鞋。 更为过分的是,曾经有一个姑娘三番五是约她去家里看球赛, 可她却总是找理由不去,原因并不是觉得妹子长得丑,而是因为妹子不懂球。 不得不说直男是一个很可爱的物种,他们人不坏,却不懂得感情知识。 正因为这样,今天要给大家讲讲如何看懂女人的暗示, 比起让直男去追求女人,我觉得让直男能够读懂女人的暗示更为重要。 一、和你聊天没有忌讳,会经常主动找你聊天。 我想和大家强调的是,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在自己毫无兴趣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, 更何况一个女人要是能够主动找你,说明你已经从猛走程度上吸引了对方。 这是非常好的信号,而男女之间的感情往往就是从聊天开始的。 从一知半解到逐渐深入到完全没有忌讳,就是你们之间感情的发展。 到了最后一个阶段,那女人已经非常信任你了,早就把你当作自己人了, 就差你一个主动捅破窗户纸了。 二、和你肢体接触十分自然,这是女人的小心机。 当一个女人和你发生肢体接触十分自然的时候, 这可不是她真的什么都不在意。 相反,她是表面装作不在意,来试探你的反应。 这就是女人的小心机。 大部分的女人都不会对自己心爱的男人主动表白, 所以通过肢体接触来制造暧昧, 懂得男人自然也会投桃报李。 而不懂得男人,那就真的活该单身了。 三、每次和你约会都打扮得很精致。 这说明女人把你放在了心上, 中国有句古话,女威越极者荣。 一个女人总是希望在心上人面前是最美的样子, 穿上最美的衣服,戴上最美的首饰, 然后画上美美的妆。 对于女人来说,这需要花费许多功夫。 但是为了心爱的人,她非常乐意。 若是一个女人见你都不洗头, 然后对你说,因为和你关系好才这样, 你可不要受骗。 这说明女人真的只是把你当做朋友而已。 四、看你的眼神寒情默默。 女人如果爱上了一个男人, 那么她看向对方的眼神也会变得寒情默默。 眼睛里面好像是柔情无限, 而且在男人身上一直都移不开。 对于女人来说, 这就是一种释放爱意的信号, 也可以叫做暗送秋波, 眉目传情。 一个女人总是把眼神放在你身上, 就是对你很中意, 不然她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呢? 男人除了要努力寻找自己喜欢的女人, 也要注意那些对自己感兴趣的女人。 爱情最好的状态就是两情相悦。 如果对方喜欢你, 而你也喜欢对方, 那错过机会岂不可惜。